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投資帳戶應該如何選擇 我之前在我的三信封理財法 還有六罐子理財法裡面 都曾經分享過 我們都會有一個投資帳戶 或是投資信封 或是投資財務自由罐 那這個帳戶到底應該要選擇哪一種銀行 哪一種帳號的特性 才會更符合我們的需求 這一集我就會專門來分享給大家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理財 與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十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唷 那我就開始了 這集我主要會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投資帳戶為什麼重要 還有我們應該怎麼做好 投資帳戶的資金分配 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應該如何選擇 適合自己的投資帳戶 選擇投資帳戶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 第三個重點 就是我想要來分享 我自己在投資帳戶裡面 做的資產配置的方式 以及我自己投資的小技巧 這樣子給大家 希望這一集能夠為你帶來啟發 首先呢第一個重點呢 投資帳戶為什麼重要 然後我們會怎麼分配資金呢 人的資源跟精力是有限的 還有包括我們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 所以只有你真正去做了下意識的分配呢 你才有辦法把這件事情做好 所以呢 在分配金錢本身呢 每個月的收入進來的時候 我們把10%到30%左右的資金 做為你的投資本金 那這個投資帳戶的錢呢 就會給你一個提醒 讓你知道說你這筆錢呢 是要想辦法用錢來生錢的 所以只有透過一個投資帳戶的設立呢 可以幫助你在理財的時候呢 會有意識的去做出投資的行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每次別人在問我理財的時候 我都非常的鼓勵大家 你要把你的投資帳戶的錢 跟你生活費帳戶的錢完全的分開 因為這兩個帳戶本身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用途的 但是我相信我跟很多人說 你可以把你月收入的10%作為投資本金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有挫敗感 比如說你月收入兩三萬 然後10%也不過就是一個月兩三千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甚至可能不知道我們可以拿來投資什麼 這都是很正常的不用怕 因為我自己也是走過這樣子的路 其實假設你一個月三萬塊 每個月三千元的投資帳戶的錢的話 你一開始你可能只能買幾本書 但是可能隨著時間過去了 一年過去你可能裡面就會有三萬多元 你就可能買得起一支股票了 那只有你的錢 逐漸累積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看得見那樣投資的機會 而隨著資金的累積呢 也會替我們帶來不同的視野 這是我覺得 投資帳戶給我們帶來最主要的意義 講完了為什麼投資帳戶可以幫助我們有意識的學會 用錢滾錢以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討論 什麼樣的帳戶適合哪來當投資帳戶 那他又需要有什麼樣的特性 我先承認 其實我是個非常非常懶惰的人 所以對於理財這件事情呢 我一個月不會花超過兩個小時上去 所以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理財專家啊 理財方法就很複雜很花俏 我反而覺得這世界上不論哪一件事情 其實反而都是越簡單越有power 所以通常呢 我在選擇投資帳戶的時候 我會盡可能的選擇那些 可以把基金外匯股票呢 進所能結合在一起的平台為優先 因為這樣子我可以用最短的時間內 有效的管理我的資產 那如果他的軟體介面呢 又簡單易用的話 那就更加分了 那我自己想要以匯豐銀行為例 因為我自己本身呢 是匯豐銀行的資深用戶 那我從2007年呢 就有了匯豐銀行的帳戶 然後一直使用到了現在 匯豐銀行的帳戶裡面有幾個特點 是我自己個人喜歡的 然後也是現階段來說比較適用的 第一個呢 就是他每個月有30次的 免化行免手續費提款 第二個呢 就是他國際提款也免手續費 因為我之前常常在國外走票 所以有時候會在不同的國家 可能需要提領現金 那每一次提款呢 正常都會被抽75塊的提款手續費 但是匯豐銀行的帳戶 也是免抽手續費的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國內的賄賂款免費 因為我自己有非常多的海外所得 所以我這些海外所得呢 經到台灣的銀行的時候 他們大部分都被抽取比較高額的中轉費啊 還有國外匯入手續費 然後在這部分呢 匯豐銀行也是屬於免收手續費的狀態 所以這對我來說非常非常的划算 這也就是為什麼從2007年到現在呢 我都一直是匯豐銀行愛用者的原因 現在呢匯豐的運籌理財帳戶呢 他現在結合了投資平台一起運用 變成了匯豐的運籌理財萬能戶 那他結合了美股 港股 海外ETF 外匯 共同基金 這幾種功能 所以對我來說 變成了一個非常好用的投資戶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 我不喜歡我的帳戶太多 或太複雜不好管理 所以如果這個帳戶呢 能夠幫我一次把它整合 然後讓我去有效的去清點我的資產 這樣我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說 我現在在港股的資金有多少 在美股的資金有多少 在基金的資金有多少 還有在外匯的資金有多少 那其中有很多人就想說 港股跟我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你可以把股票市場想成這樣 如果你是想要投中國市場的股票 那你可能可以透過港股來投資 那你想要投資的是國際市場 比如說你想要投資的是美股 或者是德國的一些公司 那你可能可以透過美股券商來投資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有效的去把你的資產的布局 在全世界 既然提到匯豐的運籌理財萬能戶 那我們就來聊聊他的幾個特性 可能是你跟外面的一般的投資賬戶 比起來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特性呢 是他非常的即時 就是他24小時都可以掛單 然後只要你開市的時候呢 就可以做好立即的成交 因為我們可能通知 投資的股票呢 不只是只有台灣的股市 可能還有其他國家的股市 所以在這個方面呢 我覺得這個功能對我來說 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他的下單流程非常的簡單 也會因為你突然你想要投資港股 你想要投資個美股 或是想要投資個海外ETF或基金 你都要各自去開不同的介面 或不同的券商 他可以從事整合在同一個平台裡面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是一件非常省時間的事情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他非常的簡單 因為通常如果我們在用一般的券商的時候 其實你要注意 每個券商裡面的戶頭呢 足不足夠買你的股票 拿來做配置 那如果你把它整合在同一個戶頭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很明確的管理好 你的投資賬戶的基金 那只要投資賬戶裡面的金額呢 是足夠的 那你就可以自由的選擇 你要買哪一家的股票 或是買投資外匯 或者是任何不同的標的 所以我覺得能夠把事情越簡化呢 是本身是越好的 特別是一些投資理財初學來說 其實不要太急的把事情複雜化 只要能夠把簡單的事情做好 其實就足以讓你得到你想要的收入了 最後呢我想來分享我個人 在投資賬戶裡面是怎麼做到資產配置 還有我自己會用什麼方式投資 首先呢我最常分享的資產配置的方法呢 就是用你的年紀來判定 比如說你今年30歲你可以選擇 30%的標的呢放在比較保守穩健的標的 然後70%的標的呢放在比較機器型的標的 銀行等金融機構對所販售的商品 及投資商品的客戶都要做風險屬性的分析 可以分為保守型、穩健型 或是冒險型等的投資策略 大家可以先針對自己的風險屬性做了解 再去進一步的選擇對應風險屬性的投資產品 保守穩健跟機器型這件事情聽起來很抽象 那我通常會怎麼定義 比如說像海外ETF屬於保守穩健型 那如果是基金的話 共同基金它有分PR等級 就是它的風險等級 PR0-2通常是屬於低風險的 那PR345呢我會通常把它列為比較高風險的 那你把它列為積極型 那股票的話如果我們投資的是屬於 定存股、價值投資股 那你可以把它列為穩健保守型 但是如果你投資的是科技股、話題股 或者是波段類股呢 就可以把它列為屬於積極類型的投資 好的 分享完以上的知識以後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對自己 要怎麼去挑選自己的投資賬戶 也有一點概念的 你可以去清點一下 你手投的賬戶當中 有哪些是符合這些的特性 其實都可以拿來作為 你的投資賬戶的選項喔 那現在呢 匯豐銀行呢 他在他的網站上呢 有一個開戶的優惠活動 我建議大家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去了解一下 才能充分的保障自己的權益 最後呢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投資一定有賺有賠 而且賠錢呢 是我們必然經歷的過程 我們只是在投資的過程中 追求大賺小賠而已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學習投資 然後開始你的投資賬戶 不要認為平台都一定會保證你穩賺不賠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平台對我們來說 只是一個投資的工具而已 最後呢還是要回歸到你平常怎麼做功課 有沒有了解你的股票 然後有沒有認真的去扎實 了解你的投資的標的 才能幫助你提高你真正的投資勝率 如果你很懶惰的話 可以多看我幾個投資的影片 可以增加你的基本嘗試 可能也可以大大的提高你投資的勝率喔 最後呢我想要來問大家幾個問題 哪一種投資工具呢 你們投資過 可以複選然後告訴你們最喜歡什麼 A 台股 B 美股 港股 C 共投基金 D 外匯 E ETF 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請問美股剛出社會有貸款 那時候有先買股票嗎 因為我看到要存六個月再買會比較好 還是也是分開帳戶邊繳帶邊把另外 付出你的錢拿來買股票呢 我自己的方式我就是分開帳戶 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因為某件事情而耽誤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資金分配的方式 比如說我的月收入三萬的時候 我三千塊是買股票 我三千塊拿來還學貸 然後我三千塊可能拿來存 或者是我的一萬塊呢 可能拿來存我的儲蓄用帳戶 或者是緊急備用金 那透過分配的方式 你自己可以兼顧好你的生活 你的投資 還有你的負債 還有你的儲蓄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會比較不會有一種被壓抑的感覺 我覺得不管做什麼事情 最害怕的是壓抑的感覺 比如說我現在 雲雲就很想要投資 可是我卻只能壓抑我現在這個衝動 那這樣是很可惜的 因為通常在你的內心當中 有一個衝動產生 你最想要的時候 那個時候通常就是最好的時機 以上